DBS 陳姦快訊 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小江帶您看到 其實現在詐騙的事件是頻傳 所以中央也動靜來 需要聯合打架 甚至還會設置 專門的查詢網站 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術發部其實就透露 三大電信先前 拜會術發部的時候 就在會中說了 打擊詐騙是全民的共識 已經配合政府 推出多項的打架工具 有哪些呢 其實就包含 建立網路廣告實名制 還有推動物流銀碼 實名制的簡訊服務 還有申辦門號實名制等等 甚至說未來還會規劃 融入AI技術 來強化整體的防詐的措施 而至於術發部 其實打架通報的查詢網 預計最快 也會在8月底來上線 接著要帶您來看到 這個蘋果概念股的可成 現在是爆出內線交易了 而北檢也漏夜偵訊動 做洪水術 最後是以一千萬元來交保 根據UDN還有一七圖雷的新聞報導 其實洪水術還有家族的成員 涉嫌在二零二零年還有二零二一年 在禁止交易的期間 利用內部的資訊來進行股票交易 而且整體的獲利是超過千萬元 所以北檢已經展開搜索 而且約談相關的人員 不過至今洪水術依舊是否認有內線交易 至於可成科技則會強調會全力配合調查 也說這整體事件對公司的財務沒有重大的影響 而相信情形連線記者藍婷怡 董事長你有內線交易 沒有 你有什麼東西要說明的嗎 沒有 戴著口罩在調查局人員的陪同下 走進台北地檢署 他是國內知名上市公司 可成科技的董事長洪水術 可成科技公司日前遭到檢舉 兩年來花了近百億元 買回五萬五千多張股票 但在公告前卻出現神秘大戶 進場大量買進可成的股票 遺設及內線交易 監調分析調查後 懷疑是董事長和家族成員 在禁止交易期間 透過家族掌控的賬戶 進行自家股票交易 推估獲利上千萬元 台北地檢署十八號 兵分多路搜索家族總共二十一處 並約九人道案說明 可成科技也發布重訊 說會全力配合調查 目前公司的營運正常 被搜索的事情 也沒有對財務業務有重大影響 但經過警方漏頁詢問後 清晨污點以違反證券交易法 董事長洪水術以一千萬元交保 妻子 兒女 還有擔任總經理的弟弟 則是五百萬元交保 短短不到一小時 家族湊足好幾千萬的報金 全部半保離去 國際焦點繼續帶您聚焦 在美國的總統大選 川普目前民調是保持領先 但是如果真的當上白宮主人了 其實台灣人認為 這美國出兵幫助台灣的可能性 恐怕又會降低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其實中院院的歐美索 五月的民調就顯示了 有71.8%的國人認為 如果美國軍機跟軍艦 常態性的巡防台灣 會增加美國出兵駐台的可能 但是如果川普當選美國總統 高達46.2%的民眾認為會導致著美國 減少出兵駐台的可能 而且其中只有37.5%的人是對美國有信心的 甚至以這個政黨的屬性來區分 認為川普當選會增加美國出兵駐台的 民進黨有50.4% 國民黨僅有百分之二十六點八 至於民眾黨則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五點一 而且現在共和黨的代表大會 最後一天的壓軸 也就是川普接受提名演出 甚至有外媒預測 這川普亮相 就會拿掉誘餌的紗布 具有戲劇的效果 詳細情形連線特拍記者 佳慧 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 終於到最後一天 我們將聽到前美國總統川普的發言 這是他在上週末被暗殺未遂以來 首次公開演說 有沒有可能聽到和以往川普演講 不同的訊息或者是調性 川普競選辦公室表示 川普的稿子全是自己寫的 是他發自內心的演講 會強調川普和拜登在政績上的差異 在上星期槍擊案發生之後 川普講稿是整個改寫 所以今天川普預計55分鐘的演說內容 會讓大家好奇 我們會不會看到一個全新的川普 對川普來說選戰倒數剩下不到四個月 他現在佔有優勢 不管是在全國或者是搖擺州的民調 川普都是領先 而這次接近死亡的經歷 也改變了川普對演說內容的想法 他希望傳達團結訊息 不光是團結共和黨 而是要團結全美國 川普要給美國人民一個對未來樂觀的願景 過去川普形象是有仇必報 有話必說 對政治敵人絕不客氣 川普會真正改變過去的做法嗎 還是打著團結旗幟 迫使民主黨停止對他批評 今天川普的講話 如果我們確實聽到他的改變 對選情也有可能帶來影響 目前川普的氣勢旺 和要求拜登退選的混亂民主黨 形成強烈對比 那麼今天的時程 台灣時間上午7點34分 前國務卿龐佩奧上台演說 前第一夫人梅蘭妮雅 在台灣時間9點15分抵達會場 今天川普長女伊凡卡一家人也會到場 那麼川普預計在10點09分發表演說 介紹他出場的是和川普有20多年交情的 UFC終極格鬥冠軍賽總裁懷特 梅蘭妮雅要到最後氣球落下那一刻 他才會上台 至於川普最小的兒子拜倫 到活動開始前我們所得到的訊息是 他可能不會現身 TVB新聞黃松普利嘉輝 美國密爾瓦基報導 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川普整體的氣勢 跟聲浪其實都非常旺 但是拜登當然壓力很大 現在還有可能退選了嗎 根據張順的報導 其實拜登面臨著黨內高層 還有友人的強大壓力 有可能最快在本週末就會宣布退選 而其實拜登現在因為確診新冠 正在自我隔離 就人家說了 他雖然表面上是堅持參選 但其實黨內的領袖 還有重要的金主都擔心 他沒有辦法贏得這次的選舉 而且還有可能會導致 共和黨的候選人川普來勝選 而這個消息一出其實也衝擊到了美股 根據《自我時報》跟中央社的報導 其實美股在今天都是跌多漲少 除了因為這大型的科技股秩序走低之外 還要主要關鍵的就是這恐慌指數上漲10% 所以就有專家認為這跟美國總統拜登面臨的退選壓力 有非常大的關係 甚至現在也傳出就連前眾音樂的院長的裴洛西 也再度跟拜登通話 甚至這回是直接探開民調 告訴拜登說你宣布贏川普 接下來這個消息可能讓很多南港人覺得還滿難過的 因為在地的美食又要再減一了 在北市南港的知名牛排電影就是無名牛排 其實受到許多韜客的喜愛 只是現在突然宣布就要在月底來洗燈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 其實無名牛排的老闆日前是在臉書上面突然間宣布 他要洗燈因為已經找到放棄的理由 而且就只營業到7月31號 這個消息一出其實讓非常多人很震驚 但是老闆也在留言區喊話說心意已決 不用私訊打氣或者是安慰 而這一家無名牛排 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是發生過大火 當時老闆為了搶救身材工具 甚至還用肉身鋪進火場 最後是住進家戶病房 收養了一年才重新開業 而在去年7月是終於回歸 沒有想到這回復業一年就突然宣布要永久熄燈 讓不少韜客很震驚也很不捨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安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